各位好,今天我們要介紹這款鐵漿軍的胎壓感測器 它的型號是質感800形 它具備有4個胎壓同時顯示的設計 我們首先打開外殼 打開完之後,首先第一個我們會看到有4個感測器跟一些配件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主機,其實它主機非常小 這一個主機頭最主要它是4攝,4個胎壓同時顯示 旁邊這邊還有一個12伏的2.5A 如果你插了點煙器之後,其實就還有其他的空間可以用 好,那我現在這個是質感300形的 先把它啟動,大家看一下 好,那這個是300形的,那它一次只能顯示一個而已 那800形呢,是一次可以顯示4個 把這個拔起來 那我們換上800形的 好,插上後之後呢,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車子的圖示 那你相對的其他的 胎壓感測器裝上去之後呢,就會有顯示 那下面這邊有一個按鈕,你可以自己去做一個設定的動作 好,那比如說呢,這邊的話呢,假設你的輪胎 好,發生洛氣了,它就會產生一直嗶嗶嗶的聲音 好,當然告訴你警示的動作 那下面這邊有一顆按鍵呢,我們可以常按10秒 好,我們按著10秒 好,那它可以切換你的單位 現在是BAR 那如果你要改我們PSI的話,可以按一下 好,然後再按10秒儲存 好,5秒就儲存了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單位PSI的設定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單位PSI的設定